听说咱们那个厕所是 对 架子500 全口打造的 香的那种宝石 上个厕所再走 山西大同本地菜的人气排队王 仨人636 现在排队吗 差不多 这台人最少了 这开了多久 去年夏天六月份开的 拜拜才是 见者有份 这下进了一个博物馆上 这不吃饭还能干嘛 观光上厕所 在这等是吧 对 谢谢 包奸费 包奸费68块钱 包奸不用排队 一点500块钱 这个装修花了不少钱吧 倒点1个亿 到底是什么 高材500块钱也是 看一下有什么推荐的 咱们在主打烧卖 锅油肉 凤阳酱 听起来很接地气啊 点菜了吗 服务员不点菜 尽力点菜 来一份这个百花盛放 凤扒窝 整鸡 来一份 横竹丸点几率也挺高 海参过油肉 海参能过油肉 对 那来一个 就先这样呗 没有树绿菜 推荐个 羊羊羊草食蔬 行 我们做包厢点这些 点多少都可以 咱们这是虫砂子 一对咱分泌 68一扎 唇沙鸡汁是非常酸的 我现在吃酸了 对 尤其我们这吃饭之前 对我伤错点 咱们 这件名菜凤爬窝 我去年开业 每个季都有编号 第2万9106只 咱们有一个开锅剪彩 我们给来一下 咱们用的是广东的千元鸡 每天铺制到6到8个小时 才出一次鸡 凤爬窝168 这个就有点像颜色 比较重一点的盐焗鸡 鸡肉很嫩 除了这个皮有点干 用的食材还是可以的 差一点盐味 我蘸醋试一下啊 蘸醋好吃 百花烧卖68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没几种口味啊 这是猪肉的 牛肉的 羊肉的 酸鲜的 鸡肉的 这是鱼肉的 鲜粉的 醋的 兔肉的 好多人不知道大同是吃兔头的 轻轻皮 慢慢鱼 轻蘸醋 后入口 他家烧面馅儿特别少 兔肉的只有咸味 蘸点醋还稍微能好一点 这蟹光 醋 你不是不吃醋吗 到这地儿了 吃个样子嘛 海参锅油肉98 普通的锅油肉38 葱香和蒜香是有做出来的 海参来说品质是很一般的 外皮的部分非常坚硬 锅油肉不错 嫩油香 我这点38的就足够了 糖醋丸子36块 典型的糖醋汁的这个口味 算没有盖过猪肉的那个心脏的味道 羊主均炒食蔬88 配件的素菜比肉的还贵 没有什么过气 这个素菜是人炒的吗 都是咱们店里边自己家的 我觉得来这儿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这个环境嘛 听说咱们这个厕所是价值不费啊 对价值500 全口打造的箱的那种宝石 上个厕所再走 这门可够沉呢 谁不从厕所啊 对没错 就这个厕所500是吗 对 这门可够沉呢 谁不从厕所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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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